这幅小品画 玉老师说是董西昌仿逆于您的画 都是一些传统的画法 然后老师又做了一些改动 完全没有按照原画画 比方右上角的白鹤 就是显画面控加上的 画这幅画建议用仿古新鲜 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就跟我一样用白色新鲜画吧 后面可以把画染成浅降山树 喜欢的话不妨一起拿笔来试试吧 先从画面上二棵松树画起 这棵树姿态很妖娆 在画的时候墨色焦重 要有一些非白和干笔的表现 松针一组组的话 线条要细 不要画的太多 欢迎给我的视频点赞 大家一起学习 同样中国传统文化共同进步 然后顺势带出下面的山石土坡 石头的村阀不要过于规矩 依据石头的结构来画 注意石头烧干涩 再画松树边上的杂叶树和点叶树 注意树与树之间的距离 树密得当 高地坐落 练习中国画 我觉得没有捷径 只要自己喜欢 就是多练习 特别是山水画 多灵模 古画 原画 不要太过距离云 一模一样 全当面首 希望我们一起共同留意 互相交流学习经验 若有什么不明的 欢迎留言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树画完后画凉亭和点紧人物 注意亭子别画歪了 然后右上角来只白鹤填补空缺 当然你也可以不画 画者画成其他的小鸟杀的 而后荣墨给山石点台 加些小草点缀 漏款的时候要合理填补画面的空缺 依据自己的画面灵活调整 尼赞58岁时做了一幅江竹风铃图 若喊江竹莫朝初落 风铃双叶回夕 尼赞柴门去迹 怀人山色尼违 这幅也是董西昌宁的尼赞的 回他的提款有 玄载仿云宁几个字 尼赞原四家之一 号云宁子 立云宁时也 董西昌自旋载 号四百香光居士 董西昌以佛家禅宗御画 禅南北宗论 影响绘画主流的发展 以及对绘画时的把握 左右了一般世人的生命 至今日都发白脱 最后说上课环节 圆画仿骨色 主要染了一下 甲叶树红色叶子 和淡三绿色的树干 其他山石和树干 都染得很淡的脸色色 太白色来染人物和仙鹤 整个画面颜色偏淡 仿骨色本身就很出效果 因为我用的不是仿骨纸 所以除了这些 我还在山石上加了花青 树叶和松灯也染了花青 总之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染吧 如果我的视频能给你一些帮助 觉得我的视频不错的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 收藏不迷路 方便可以看 还可以长按点赞三秒 再来个强烈追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加点赞 关注加评论